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布了他的最最新的民调 好的 其实我现在我现在对这种我说的就是我 我承认我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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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就是我觉得歹戏托托托托托托就很烦 那我们又不在局就又不在局里面 那看着每每天的每天像监狱一样翻来覆去的 然后还要表现的就是三重水尽一无路然后要演的下一出的柳暗花明又又一尊干啥呢 可可是我也我也不能够为我违背我自己学政治的初衷我说的政治的就是在不可能当中寻找寻找可能 那可能性有多少那就努力去增争取多 不求完美不要摆百分之百但是呢如果能够能够百分之五十那就五十百分之六十就六十不强求 好那呃联合报的最新的民调呢二零二四年的总统大选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就说了受调查者的认为 蓝白河呢应该纳入到政党实力的比较 这个呢这个这个是我在我在 我从一开始我就在讲的就是没有蓝白河只有蓝科河 就是对台湾民众来来讲但我没有我没有对台湾民众党的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不尽的味道了也许多也都是任认识的朋友 我是说可是 现实上面来讲的从一个 从一个政治的实力来讲台湾民众党只有柯文哲 拿掉拿到柯文哲之后呢 如果台湾民众党没有柯文哲 那这个这个台湾民众党本身的路线的是是飘移的主轴呢是不清楚的 那他的政治人物呢不要说区域立委的很难选得上的连连政党票的都会少的可怜 最关键的是柯文哲 所以没有蓝白河只有蓝科河 那既然是蓝科河科是一个人 那你国民党的不管是跟了是跟柯文哲的是要遭罪或者说呢要要要嫁给柯文哲 不管是能侯科配科侯配你国民党是要整个党去赔价吗 就是 那这个这个这个彩礼也太太太丰厚了吧 有家道理吗 就一个党的去对对一个人 那这个那是不合罗罗集的事情了正正是基本上面 也不要去去说的谁是谁是政治的精精算师好像的精打细算是不对的 错就是 在关乎到公共利益的事情 政治精打细算的是合理的 好因此呢在国民党的在看待所谓的所谓的蓝白河的时候蓝科河的时候 政党的政党的对对比当然是是重要的 就国民党的家家大业大拜拜拜多 你要你要你要国民党的15个县县市长 心悦臣服的 就如果如果最后呢真的是真的是柯侯配 不要说当当选了之后 总统的权利是没有办法被约束的 第二个就说你你你国民党说没关系那柯侯配 那侯呢就委委委委委委屈点我我相信侯友宜如果如果真的柯侯配 他也会委屈的啦 并不是那他那个副总统的位置 而是这个人的个性 好但是他终究有一个现实你你不管怎么谈你说好那 那那柯文哲如果当总统的时候呢 国民党那国民党的就就就担任担任的行政院院长 那有有鸟用啊好那刚刚刚刚讲到就说 蓝白河那百分之六十六的认为的蓝白河应该要纳入到政党 是实力但是要怎么做我不知道 我说 马英九呢马英九虽然的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全民调 可是可是我我说这种的这种的全民调因为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构呢是很特别 你的对象的也很特别 这次是四组人所以呢他的对比亚互比亚等等的这些的都都都应该要要有因为最后不可能完全整合 那郭台铭的白白在那边的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再来的第二个是 就是政党的这之间的落差的也非常大跟过去的国国清和更不同 我国清和在当时当时清明党的都还是兵强马壮的清明党在当时战将如云 可是毕竟的细出同门所以整合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困难 那今天的今天的清明党的老实讲也也就剩下宋楚娱乐 那 可是今天的今天的台湾民民众党 那柯文哲呢 单枪单枪匹匹马对了他对你年轻人来来讲 看也知道就是说 他在他 相对来讲他吸收了一些比较稳固的年轻人的票源 那年轻人的在选举当中的多少都会受到一些的加权的处理 这个对柯文哲是有利 可是我就从政党的角度来讲 你要你要国民党 在九合一选举拿到百分之五十二选票的国民党 在地方的基层当中六都里面有四有四有四大都 然后呢有15个县县市长 要心悦臣服的为柯文哲 去站台服 选 那个呢你一定要经过的内部当中很复杂的勾 沟通都不见得办得到 所以呢不要太乐观了 好那另外呢这个调查里面说的如果破局 那有三成三的认为了国民党的责任的比较大 有两成八的认为了民众党的责任的比较比较大 好那这个调查里面的谈到就说 你西部上的蓝白河的共推人选 有百分之三十八的说的希望 有百分之三十二的说不不希望 好那这个当时全体 但是如果呢你看到有政党倾向来来来 人人人里面的国民党有百分之六十九希望能够的共推人选 那民众脑有百分之四十八希望共推人选 对民众党的来讲 希望共推人选的百分之四十八不希望共推人选的百分之三十八 其实 其实是平平啊 那民进党的当然就不希望的共推人选的百分之五十六 这是有政党倾向的 那 那 知识呢科侯配的 是知识科侯配的里面呢 有百分之六十六的是知识 侯侯友宜的 那 有百分之八十三的是知识的科文哲的 可倒过来讲 知识侯科配里面的呢 知识侯友宜的有百分之九十一 那知识呢 科文哲的呢 有百分之五五十五 这个的调这个的这两个调查的是什么意思就就是呢 呃 如果是 如果是侯科配 如果是侯科配的 那科文哲的知知识票里面 只有一半会过来 但是如果是如果是科侯配 那侯友宜的支持者里面的有六成五会过去 那这个差差别 就还蛮大差一成多 也就是科侯配 支持侯侯友宜的会比较 含泪 去知识了 科侯配 但是如果是侯科配 那这个比例呢就会的降个一成多 大概就一半左右的 科文哲支持者会含泪去知识侯侯友宜 就这个意思了 好那这个调查呢 当然在选选前的时候呢 让大家的就参考 好在在看回到 习拜会的部分 习拜会 我早上 早上看到 看到 法广 当然因为法广的这一这篇的报导的作者呢 在我 我认识啊 在这过去呢在台湾也有待过很长时间的一个 外国人 那他写的这一这一这篇的拜登 把习近平拉入世界舞台的中心是不是徒劳无功 那这这篇的报导说呢习近平访美一位法国政治观察人士分析 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全球危机的加剧 变得剧烈 围绕经济上原地打转的中国的绳索 那正在松动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无论内政还是国际 美国此刻有许多紧急的事要做 为什么要让了拜习会的聚焦全球的舆论 那 他里面提到当你后面有有些有些去去叙述性的东东西了 比如说 美国商务部长啊这个 在礼拜天的时候呢 那接受CN的访问说了美中都渴望稳定双边关系 全球也都期待两国负起责任并管理双边关系 那在问说呢这到底传递怎么样的讯息 好那里面提到就是说呢跟习近平当政的中国打交道不容易 那一个一个呢习拜会需要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吗 在美国也绝无仅有 这这段话的意思是事实这是为什么昨天的在政经龙凤沛的时候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告诉你这次习拜会当中的几个看点 他不只是光等到习拜会的见完面之后的出来哇啦哇啦讲讲些什么 就说了共共同的声明了或者的新闻稿 不只是这样 而是从现在开开始 甚至于在习拜会之前的时候 你光看到了和和立峰跟叶伦谈了十个小时 谈出来的那个味道 乃至于在和立峰的到美国和叶伦见面之前的时候 中美之间的相互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全面性的和缓的动作 美方的也也做了很多中方也做了很多基本上面是在一个对的而且有效降温的 状态 那 你回头回头去看了从6月18号的6月18号 布林肯的到到北京访问之后的到现在已经已经了 七八九十十一马快五个月的时间 这五个月的时间了 不管你原来反反中反反美你的立场的是是啥 我的我的我的看法是 这五个月的时间 算习拜会还没有开 但是我认为中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 他他操作了一番 什么叫做大国的危机管管控 而且 是一个成熟的而且成功的危机管控 大家对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持乐观态度人不多 总总是觉得一定因为美国的美国已经已经已经走走上了极端的政治的道路 极端极端正政治的那种的民粹主义的是最主要的动能 因此一旦的政党轮替改造化 换代 2024年的11月 美国如果 选拽的总统的 不是民主党 不是拜登 如果是 川普回回来 那 就换了人间 那那个的味道呢 就完全不一样 我所以我 我不会说呢 大国政治呢 是一种的 我稳定的政治 关系 可是在现阶段来讲 能够从 今年的 2月的气球 是事件 大家超级不爽 一开始 都是美 美国呢 就装模作样的 整个美国为之 沸腾那个气球 有有鬼 那个的气球呢 一定带有攻 攻击性 那个的气球呢 就是一个 一个军用的 侦查的 侦查的 装置 里面的一定的收集了许多的 许多的美国的机密 打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一定要跟中国如如何如何计较输赢 你你今天回头去看也不过就今年2月份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美国的政客的嘴 脸你今天回头去看那些画面听那些言语人家网络上都还可以找找到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啊 对但但是我跟着正政治人物啊 你不要太太高估啊虽然是你选选出来的但但但是政治人物在犯蠢的时候的那很可很可怕 所以聪明的政治人物不多好那能够在历史上面的能够能够在关键时刻做 正确决决定而且把事情做好的 不多 那这一次 最少从我从6月份 前面的这这几个的从布林肯的开开始我我认为的那个是美国美国算不会这样讲 也拉拉不下那个脸 可是那个动作就是附近请请罪 拜拜登也都有的讲那个愚蠢的气球 对当拜登讲讲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引了你的美国总统的身份了 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 你认为拜登在这讲说的 大家讲的那个愚蠢的气球的时候 你你认为那是他的口语吗 不那个的当然都已经是彩彩排好的 总统讲话的时候旁边的这个 这个呢 这个就是 这字幕机的都摆在那 就是 就是已经是以一个总统的身份了就苏贞降跪的已经在上的中国say sorry 拜登讲话之后的布林肯上来了 上来了之后的基本上就是 附近请罪附近请罪 到9月份 当G20的结束了之后到 你看到王毅的到 到华府去访问的时候 中美国关系的就开始慢慢的调调回到 准备习习习拜会 算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 我我个人啦 好就就就是 也很很很武断的说 是朝着有习拜会的方向走的 习近平是会是会去救金山的 这跟 G20是不一样的 那在在当时的气氛可能 我我我说很多时候我我只是评评的自己的政治嗅觉 跟一些的政治讯讯息的蛛丝马迹的去判断 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就就就不小心对了 那有的时候的就就可能错了 好但不管怎么说啦就是 你你现在看到的 看到的习拜会 习拜会在这个时刻的见面 我说以及见面之前的许多的彩排的过程 昨天的政经龙龙奉沛呢我 如数家政一般我说在 在我的这个 小黄本上上面 我做下来的这个 中美之的之间 彼此都释放了足够的 足够的讯息 当然并不是从 从此之后呢 就迫近 从从源 近视前 前前 秘密 条条 从此过的幸福快乐日子 那不可能 那没没那回事 我说的是一个危机管控 那那那那那种的 那种的危机管控了 就是避免 这种的分歧的所引发的冲突 那这种的冲突的管理 其实是大国政治当中的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呢 仍然要维持一个可谈的状状态 同时在气氛当中来讲 不要把彼此之间的气氛 导引上一种情绪性的 民粹式的对抗 好的 这一次的习拜会的前 中后 前就是见面前 中的就就是习拜会包括 IPAC峰峰会 然后后 后呢是呢 当这个呢 IPAC的结束了之后呢 习近平的 在旧金山的附近的所进行的活动 这些的活动 除了除了这场的非常强烈的 去冲淡了美国的那种的对中国的那种不理解的 负面情绪的反反中 的操作 美国的那种的反中情绪 习近平这一次来 就是要给解药的 要操作一个反反中 的气氛 那把这种反反反中的气氛的操作成功 那也习近平 这次呢就达成任务了 那 不管是前中后 的重点 我不敢说的中美之间的 在政治军军事上面的会达成什么样多多大的突破 尤其在军军事上面 不管怎么样的对话 未来在军事上面的 比较 彼此之间的这种的相互的摸索的道路还很长 政治上面来讲的其其 不同的体制 不同的意识形态 只要不搞不搞对方就不错了 但是这一次的习拜会的前中后的重点 就是让中美之间的贸易经济商务关系 回到一个可运作的正常的 长轨 商务上面的互信的重重建是这一次的习拜会的最重要的事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大家好好的做做做生意全球主义的回来就达到 就爱点你 有 啊 啊